火国和印度将加深双边关系 并致力在发展智慧城市和技术培训等领域展开合作 全球第一个古通热症疫苗获准在本地发售 疫苗有助抵抗所有古通热症病毒 滨海市区线今早因第六道站月台的玻璃平门脱落 部分服务中断长达两个小时 美国最近民调希拉利以六个百分点领先特朗普 特朗普基金会已非法筹款被调查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晚间新闻 新加坡和印度将会进一步的加深双边关系 并致力于在发展智慧城市和技术培训等领域展开合作 是的 在印度访问的李显龙总理 今天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时表示 新加坡对印度深具信心 并将继续为印度的发展做出贡献 李总理和莫迪在会面时互相赞扬对方的成就 并肯定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Whether it is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innovation, technology or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Singapore does today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ould do tomorrow Singapore is a firm believer in India we continue to contribute where we can to your remarkable development story I'm heartened that both sides are committed to deepening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I look forward to India playing a growing role in the region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your economy and your influence will continue to grow for many more years 新印双边关系去年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 李总理表示 新加坡支持印度的技术发展和智慧城市计划 这是两国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的管道 莫迪表示赞同的同时 也强调两国间贸易往来和防卫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两位总理也共同见证了新印两国机构 在技术发展和工业地产方面的三项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全球第一个骨通热症疫苗获准在本地发售 它有助抵抗所有骨通热症的病毒 整体的有效性达到60% 来看记者吴良强的报道 经过了七个月的审核 卫生科学局宣布批准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 研发的骨通热症疫苗Ninvesia 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在本地上架 疫苗适用于年龄介于12岁到45岁的人 至于不在这个年龄范围的人 必须征询医生的建议才注射疫苗 不建议从2岁到12岁的时候注射这个疫苗 注射疫苗过后入院的机会比较高 或者得到严重的骨通热症的机会更高 从45岁以上我们没有很好的科学研究 证实可以帮助那个病人 也是卫生科学局医药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梁浩南医生解释 这个疫苗对那些感染过骨通热症的人比较有效 而那些要注射疫苗的人 一年内必须接受三剂注射 有效期长达四年 只要三剂针零六个月跟十二个月过后 那个抗体才足够 那如果你现在是在黑区直接给那个疫苗的话 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那个抗体还是不足够 临床测试结果显示 疫苗能预防第一到第四型骨通热症病毒 有效率建于40%到77% 整体而言有效率可达60% 在300名没有注射疫苗的人口被医文叮咬后 有10人感染骨通热症病毒 而300名注射疫苗的人当中 只有4人会受感染 据了解 Linversia目前在其他国家 每一剂要价150元 卫生部表示 我国40岁及以下人口的骨通热症感染率 少过40% 卫生部因此接受专家委员会建议 Linversia将不纳入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卫生部表示 接种骨通热症疫苗的国人 无法动用保健储蓄来支付费用 政府也不提供津贴 但是卫生部不禁止 政府医院和综合诊疗所提供这个疫苗服务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小宝道 本地上个星期的骨通热症新病例有所减少 是今年里单州新增病例的最低记录 国家环境局表示 上星期共出现138起骨通热症新病例 比前个星期少了35起 是今年以来单州的最低记录 截至昨天下午3点 过去两天出现了20起新病例 使得今年的骨通热症累计病例达到12,054起 其中已有7人病逝 目前全国有26个骨通热症病例集中区 比前一个星期减少9个 其中6个是高风险区 最大的病例集中区是 亿顺4道和亿顺61街 这一带在过去两周出现了61起病例 卫生部和环境局警告 今年的骨通热症新病例可能超过3万起 突破三年前2万2千多起的记录 滨海市区县今早尖峰时段 因第六道站月台玻璃平门脱落而导致部分地铁服务 一度中断长达两个小时 是的 当局还在调查平门脱落的原因 工程师今天晚上将会在地铁营运时间结束之后 展开维修工作 网民上载到推特上的照片显示 第六道站月台一个玻璃平门脱落 导致阿尔伯王源和第六道站之间的地铁服务 在早晨大约6点25分中断 一些今早要参加N水准考试的学生受影响 考试与评鉴局说 因地铁中断而迟到的N水准考生不到十名 他们都获得了和原来相同的作答时间 而参加小六会考科学考试的学生则没有人受影响 考试与评鉴局说 在全国性考试前都会同学校合作 教导学生在遇到地铁故障服务中断时该如何应对 学生应在考试结束前抵达考场 如果无法及时抵达 他们也可以前往最近的考场 新捷运在地铁中断期间启动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 脱落的玻璃平门被取下后 全现在今早8点25分恢复正常运作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 由于美国拒绝售卖导弹和一些先进武器给菲律宾 它将调整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是的 它曾经在上个星期威胁将会终止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联合军演 那则是从今天开始在马尼拉东部的达意式举行 共有400名菲律宾士兵和1100名美国士兵 参与这次为期9天的两栖登陆军演 杜特尔特自6月出任总统以来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导致3700多人死亡 遭到外界 尤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猛烈抨击 杜特尔特日前威胁将停止与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不过美国表示并没有接到菲律宾军方 有关终止联合军演的通知 近百名示威者在马尼拉美国大使馆外表示支持杜特尔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遭遇重大挫折 纽约州总检察长下令特朗普的基金会停止在纽约州的一切筹款活动 而对守民主党的希拉利自上个星期的电视辩论后人气急升 全国最新民调显示 希拉利的支持率以六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特朗普 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倒数关键时刻 纽约州总检察长埃里克发表声明 指特朗普基金会涉嫌无牌经营 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筹款活动 否则将构成诈骗 纽约时报则指特朗普在他的1995年个人收入报税单中 申报了超过9亿美元的亏损 这让他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得以合法避缴税收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不利指控 特朗普面不改色强调自己依法办事 税友专家认为特朗普的9亿美元亏损很不寻常 这不免让人对他的诚信产生怀疑 华盛顿特朗普国际酒店上周六就遭人涂鸦 警方至今仍未逮捕任何人 下一节新闻还要告诉您 本地每10名年长者当中 有一个人会出现起立性低血压症状 70岁以上更容易出现 而跌倒的风险也增加 马来西亚皇家空军一架直升机在沙巴陡湖 一所中学坠毁 14名军人和学生受伤 三菱电机STARMIX冷气系统 为您节省电费 而且它容易清洗 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医疗研究发现 本地每10名年长者当中 有一个人会出现起立性低血压的症状 它是由多种疾病或者是作息而引发的 新加坡保健集团指出 70岁以上的年长者容易出现这种症状 跌倒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新加坡保健集团对364名年长者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40人患有起立性低血压 患者因为姿势改变 比如从躺着或坐着突然站起来 导致脑工血液不足 引起低血压 患者会感到一阵晕眩 甚至晕倒 调查发现 年长者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 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患有其他疾病 比如心脏病或肾病 研究也发现 患者一般也很少活动 习惯长时间坐着 有些则因为使用药物如利尿剂 而引发这种症状 这个情况就是病人跌倒的风险会比较高 我们就要从这个减少他们跌倒风险 那边做一些检查 临床双科护理师会先检查病人的血压 查看他们走路有没有异常 还有检查视力 如果怀疑他可能患有起力性低血压 将由医生做进一步诊断 医生表示 如果情况严重 可利用药物来控制血压 如果轻微 会要求病人从坐立或平卧 转到站立时 速度放慢一些 用餐的时候也是不要吃大量的食物 因为这个也是会影响 这个体力性低血压 所以吃少一点 可以吃多餐 新加坡保健集团和国大 在2013年 展开体力型低血压研究 参与研究的人 平均年龄为70只岁 他们都来自牙龙综合诊疗所 新闯媒新闻记者 聂国卫报道 本地刺卡病例集中区的数目 首次骤检 从7个减至3个 同时连续三天 没有出现新的确诊 资卡病例 国家环境局表示 资卡病例集中区 只剩下阿语尼湾 伊利亚台和盛港中 数据也显示 从这个月2号到截至到 今天下午3点 连续三天没有出现了 新的资卡病例 而目前的累计病例 达到400起 本地企业是我国最大的 温室气体排放来源 政府希望更多企业 竭尽所能更有效的 使用能源 降低碳排放量 这家亚太酿酒厂 最初使用约4000瓦的电力 来生产100公升的啤酒 但企业的标准是 必须少过约3400瓦的电力 公司于是改用新器材 降低了能源消耗 也节省开支 电费减少了约15% 实施节能措施的努力 也为公司赢得了能源效率奖 马上高在全国节能合作交流平台颁奖里上表示 2014年到2015年间有168家公司提成了节能的计划 原本2014年的目标是提升0.76%的能源效率 但企业最终只达到0.42%的提升率 因此仍有进步空间 国家环境局目前正咨询业界 探讨如何采纳提升能源效率的作业方式 当局打算为一般的工业器材 制定最低能源性能标准 长远的目标是协助公司节省花费 马来西亚皇家空军一架15型直升机 今早在沙巴斗湖一所中学坠毁 造成了机上14名军人和8名学生 以及一名学校的清洁工受伤 所幸没有人丧命 伤者过后被送往了当地医院救治 画面显示强大的撞击力 导致直升机毁不成形 学校屋顶也撞破了一个大洞 马国教育部随后宣布 学校今明两天停课 以确保学生安全 并让当局展开调查和清理现场 教育部说 学校共有三栋建筑受到破坏 包括食堂 一座还在施工的礼堂 以及一栋三层楼高的教室大楼 教育部也证实 六名学生在接受治疗后 已获准回家 两名惊吓过度的学生 也接受了心理辅导 据了解 失势的直升机 当时是从陡湖空军基地起飞 执行巡逻任务时 失控酿成意外 九名澳大利亚男子 因为在马来西亚雪邦F1赛场脱掉上衣 露出印有马国国旗的泳裤 遭马国警方逮捕 是的 当中一个人竟然是一名澳洲部长的顾问 马国当局认为 事件含有政治动机 镜头显示 多名澳洲人在马国F1赛场 疑因喝醉酒脱光衣服 露出印有马国国旗的泳裤 九人当中 一人是澳洲国防部长的顾问沃克 相关画面被人上传到互联网上 引起网民不满 马国当局重申 所有外地旅客 必须尊重马国的法律和文化 雪邦警方证实 被捕的九名男子 正在蓄意侮辱 及破坏公共秩序的罪名下 接受调查 下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明年起 两所普通工艺原流专校的学生 可凭公教局技能证书课程的表现 提前报读功效院 亚洲最大的科技展上 乒乓球机器人寄精四座 而日本地铁站机器人 能够为搭课指路解疑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从明年起本地两所普通工艺原流专校的中学生 将可以凭公教局技能证书课程的表现 提前报读公教院 耐都的志愿是当一名厨师 他目前就读于云井中学 未来打算到公益教育学院修读西餐处议课 今后他有更高的机会进入公教院 教育部代部长黄志明 出席云井中学开幕仪式时宣布 从明年起云井中学和御丰中学的普通工艺原流学生 升上中三时 课凭借公教局技能证书课程的表现 通过公益教育学院特别收声计划 提前申请报读公教院 云井中学和御丰中学专门录取普通工艺原流学生 着重于实践学习 黄志明表示新入学标准符合我国的政策方向 更注重学生的能力减少注重成绩 这允许那些有兴趣的学生 预先报读感兴趣的课程 支持他们实现梦想 而获得公教院有条件录取后 学生仍需参加N水准达到入学门槛 同其他主流学校学生一样 本地书画家许孟峰和马来西亚音乐家阿西亚 因为为本地的艺术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而荣获今年的新加坡文化奖 两人今天从总统陈庆言手中 获颁新加坡文化奖 许孟峰在40年的艺术生涯中获奖无数 而阿西亚在50和60年代 曾是马来电影界和音乐界的巨星 他们将有机会利用高达8万元的资金 来进行文艺创作 另外5名年轻艺术家也获颁青年艺术奖 他们也将能从高达2万元的资金中受贿 今年的总统星光慈善节目将包含音乐剧的元素 著名的音乐剧《魔法坏女巫》中的一些演员 将会参与这个月23号 在新传媒MES剧院上演的慈善节目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的演员 希望通过演出让本地电视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这是第17届总统星光慈善节目的亮点之一 节目制作团队将会继续为58个受益组织筹款 多位艺人还将呈现大合唱表演 要他们参与一个大合唱 大家不只要有自己的风格 大家要配合大家的风格 对他们来讲相当有考验 而且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比较搞笑形式的 所以他们当中也不是搞笑演员 其他表演也给本地艺人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老师就要叫我暖身 暖身过后我觉得 哇 我所有的肌肉可以伸展的地方都伸展了 每一个地方老师说这样是很好的 这样你就不会要伤背痛 可是我回家之后我全身都痛了几天 节目将在10月23号晚上的7点30分 通过新传媒5频道现场直播 日本举办了年度高新电子展 吸引了650家的厂商展出各种高端的科技产品 是的 那么东京地铁站则是迎来了当地首台 精通三种语言的机器人为旅客指点迷津 戴上高科技眼镜后 两名玩家卯足全力的挥拳 乍看下他们似乎在同空气打架 但两人其实沉浸在虚拟实境里 角逐竞技 展上也有乒乓玩家集中精神 同对手一来一往 不过另一端竟然不是人类 而是全球首台乒乓导师机器人 机器人能判断人类的实力 然后相应调整回球的难度 机器人是在2013年 由一家日本科技公司首创 它目前回球的准确度在5公分之内 比去年的10公分要来得精准多 另外在东京站的询问处 多了一台精通三语的机器人 懂得回答200多道问题 铁路公司表示 计划赶在2020年奥运会之前 在东京的多个主要地铁站 安装机器人 以协助旅客在城市里自由穿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 也欢迎大家下载 发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应用程序 发频道下一段新闻 是明天早上9点的晨光第一线 请您记得锁定 我是文贝 我是海杰 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